玉鳳 現在的畫面一個一個出來了 我們現在看到了很多的空拍機 看到了空拍機你才發現 這次的地質對花蓮造成這麼大的衝擊 整個山崩地裂 而且從空拍上看 整個地表柔長寸斷 對其實我們昨天第一時間看到一個畫面是什麼 還記不記得大清水 那時候講說奇怪怎麼車子要出去 結果路不見了 所以大家就想說這個地方怎麼會這麼脆弱 可是今天空拍機看過去 你從外海看裡面你會發現說不對 不是只有大清水 而是整個蘇花公路沿路以來都不見了 你說那個全部都是山崩 對全部都是山崩 而且到目前為止 到昨天的7點58分開始 陸陸續你看這個土石多大 它是一路崩一路崩 過去來講大家都知道蘇花公路要建造是非常困難的 它很多的民隧道下面很多的支撐工程 現在來講那些支撐工程都看不到了 這可怕在哪裡你知道嗎 這已經是地震過後了 這地震過後我才拍了空拍機去拍 這等於說是後面的雨震 造成的這個山崩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雨震造成這個山崩都這麼可怕 那之前那個主震多可怕 對所以大家就想說這件事情 到底有多麼大的一個威力 因為大清水斷崖 大清水這隧道斷了之後呢 你這樣回頭去看 這並不是它第一時間 7點58分的第一次 是你空拍機升空之後呢 既然持續的崩落 但是大家應該都有開過蘇花公路 所以這個石頭這麼大 對大家想說你開過蘇花公路 你不覺得這個石頭 其實等車子有經過的時候大家看一下 這個石頭就是山海車的一個長度跟高度 你如果開過去然後砸下來 很多人就想說 那我就是開外線道就好了嗎 沒有不好意思 你要看S型 因為外線道有一些石頭 也是砸落到外線道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像是打電動一樣 你要一直閃一直跑 而且呢 聽過我們有經過這邊的朋友講說 其實持續以來 它的那個落石是一直砸砸砸砸下來的 那除了蘇花公路之外呢 這邊是哪裡 不是我看到有頭昏了 因為今天有一個問題說 如果你今天開在公路上面 你旁邊這山坡 你覺得你應該開哪裡比較安全 有人講在山邊 有人講在路中間 有人講看外面 可是你剛剛看那個畫面 你不管你在山邊 你不管在路中間 不管你在外面 你無處可逃 無處可逃 而且呢 不知道說寶傑哥 我們以前每次挺進蘇花公路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每一台 因為那時候就不會有車進去嘛 採訪的時候大家排列 然後大家拔草關風向 看看 正一陣之後有沒有 第一台車過去 沒問題 後面陸陸續去跟車隊一樣過去 結果呢 我當然也就看到前面一台 跟Gate了 被打動了 對 你都覺得說應該是沒問題了 但是呢 他這個下來之後呢 下來之後這些石頭 跟大家講 他不是下來定位 他從很高的山上下來之後呢 不管他多麼的重多麼大 他下來會發現一個滾動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你不用管你是內線還是外線 如果你在石頭滾動的過程當中的話 你就是只有一個命運 Gate了 然後呢 掉到太平洋裡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在這裡面很多受困的名字 這個受困的名字 這個受困的名字 泰魯格金 對 泰魯格金 他們是對這個地方非常熟悉的 也都卡在九區洞 進退不得 對 才發現中橫九區洞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很多人去一定要拍照的地方 因為他有一個迴旋的 因為他有一個迴旋的板機 有一個這個鬼斧神功的一個溪谷可以拍 結果沒想到全部這個精英酒店的員工全部卡在那裡 然後呢這個空拍機升空之後呢 他們看到空拍機知道是特種秀秀隊來了 趕快去揮啊 然後呢拿著這個紅旗在那邊 幸好終於把他搶通了 可是大家看到的時候你會發現說搶通之後 這個巴士 我們看到這個巴士我們真嚇死了 如果這車上有人該怎麼辦 幸好他們那個時候呢 其實因為他們當地在那邊 很多都是當地的那個員工 已經坐了很多年了 所以他們都知道說 這是基因的車 對 如果那個時候車上還有人這個Galler 雖然他沒有掉到山谷裡面 可是他已經整個扭曲變形了 而且他是ABC柱 所以硬了全部都貓進去啊 所以在這樣講 他一直告訴大家說 現在不要再上山了 不管你訂什麼飯店 這時候再上去就是 很危險的事 所以董哥我們看 今天我們在這次的地震裡面 已經看到好多台車 真的被這個巨石砸到 咪咪冒冒 而且最恐怖的是 我們這兩天在畫面上 一直還講 因為一台車 開著開著開著 他發現不對哦 看到前面不對 他已經在巴骨了 已經要跑了 根本來不及 對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呢 其實呢 他那個時候已經出現了什麼 地震的一個警氣 警報響起 警報響起之後呢 他發現說 他原本是走內線道 說不行 這個會出事 他趕快切到外線道 而且他反應非常靈敏 趕快動車 對 他看到了那個石頭下來之後呢 他趕快從外線道直接 巴骨 這個時候呢 其實他後面還有車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是 在這種高強度的地震之下 後面的車呢 也跟著倒退 所以呢 大家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厲害 這等於地震形同作戰 他後面是一排 跟他一起倒退哦 然後呢 倒退之後呢 想說 我看一下這個狀況 沒想到石頭一個一個一個下來 你說石頭砸下來了 對 石頭砸下來了 而且呢 你看 石頭來了 如果 打到了 打到了 這台車真的是很 很 用耶 他打到了他的右後的一個葉子板 幸好後來那個 這個車主有上網告訴大家說 沒事 車子沒事 對 只有輪胎跟右後的葉子板 但是呢 他砸下來之後呢 你看 他還真的是踩足油門 哎 這個攝影的車子多驚險啊 他是一路在逃命耶 而且 然後那個石頭一直在追他耶 對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很命大 因為他只要再快一點或慢一點 他有三四機會就直接被砸掉 但是最神奇的是 他後面一排 大家一起巴骨 而且是 你在路上 你有倒車大家都會 你有全油門倒車過嗎 我沒有 而且是大家一排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太神奇了 要是我下 因為我不太會倒車耶 對 在這種群像之下 羅浩 寶杰哥 你的腎上腺素會激發 當你跟著走的時候呢 你大概就可以一起跑掉 幸好有跑掉 不然砸下去之後呢 一樣掉落山 好那剛剛講 你是開車開車 剛剛講那個車就可以撞下來 我們直接開到一台車 那個車是被撞到 撞到全毀 當然那個架子也不幸 就往生了 說這麼恐怖的事情 他是一而再再三接連的發生 那你說我開車很危險 走路也危險 這個是天王星 天王星有很大的一個結構的問題 他腳軟的時候呢 其實在當地 他們講說 在腳軟的過程當中呢 先是怎麼樣 東西掉下來 因為很多東西把掛在外面 結果這個女孩子出家門的時候 看了一下頭 我覺得他非常的聰明啊 他沒有繼續往前走 直接往飯店的方向 往左邊 浪槓 跑 如果他再慢一點的話 他第一波下來的時候呢 他就從一樓變B2了 這個真的就是我們現實的狀況 然後呢 這個監視機是誰拍的 是隔壁的飯店拍的 拍到最後的時候呢 已經沒有畫面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他所有的粉塵泥土 整個都陰起來 夢演唱舞 這個時候的家具的話 你根本來不及討 對 所以你當下 只有一秒 你往前跑 就是死 往左邊跑的話 就是活 你說那個女生 只有一秒的生死瞬間 對 因為這棟大樓非常的高 而且他那下面的話 整個軟腳 他就只有下來 所以大家想說 這個 這個 真的太可怕了 甚至有一些人 騎摩托車 或是開車的話 趕快趕快 就直接跑了 這個時候呢 你不要再管你的車了 只要第一時間跑掉的話 就有生活 所以這一次沒有想到花蓮 很多人都感受到那種 生死一瞬間的恐怖感 我很多的同學 花蓮他們講說 真的 花蓮人如果怕地震 不要活在花蓮 不要生活在花蓮 但是這一次 他們真的嚇壞了 其實這個早餐店 原本是在一樓的 在一樓整個 開始搖的過程當中啊 大家就講說 還想一下 因為他們常常就有地震 然後發現說不行 就開始跑 然後老闆娘 她非常的非常的沉著忍耐 她在跑的 跑之前 還記得關燈關瓦斯 關燈關瓦斯 然後關燈關瓦斯 所以她下去以後 關燈關瓦斯 還沒有爆炸 然後呢 就出來之後 我就想說 如果這個時候 其實她真的 因為她關燈關瓦斯 真的是 真的讓後面的感情 沒有繼續爆炸 可是她跑出來之後呢 幫啊 不要了 就沒了 你注意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人可能發現說 她東西沒有拿 老闆我們再回過頭來 你看有沒有 發現不變了以後 大家是不是趕快離開 一個一個抓著離開 抓著離開了以後 你就發現 前面有一個人 她現在不對 爸爸 她要衝進去 她要衝進去了以後 旁邊那個人把她拉住 如果那個人沒有把她拉住的話 她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很多花田的朋友 他們就說 真的 昨天那一次的話 真的是敦覆他們啦 因為他們真的沒想到 會搖到這麼大 會整個結構出問題 如果沒有人拉住她的話 可能就會有死傷產